什么是冷战流亚瑟 一种出冷静之靴搭配暗影战斧 再加暴击名文无尽宗师 一套技能秒天秒地的打法 大家好,我是取名鬼才小Y 这是一局王者40星排位赛 开局配合打野 带走哪吒,讲一下打法 收一波线去中路支援一波 然后继续回去新线 亚瑟前中期伤害非常高 并且这样打很容易在前期就碾压对手 包括你的经济等级也会压制对线的英雄 这边带走李源芳 你看我五分钟来中路两次 冰线一个不落还拿了三个头 蹭了中路经济 这样我们前中期基本无敌 这边清完线我又来了 哪吒一直在跟着我的节奏走 我们出拳输出就不要再对抗路跟他耗时间 尽可能在前期配合队友把对面抓爆 现在对面节奏已经完全被我搞乱了 杨玉环过来帮哪吒清线 一个大招他又没了 这种打法第三件我会先看对面边路装备 他出肉我们直接碎心锤 他出输出我们直接上无尽 这边哪吒飞后翼 按理来说亚瑟打哪吒并不好打 但是你第三件直接出碎心锤 瞬间点满CD 无视他的护甲 他根本没办法带线 这边我技能加点手残了 应该主一技能 我这个手老是不自觉升级二技能 看见纳克露露被围殴 我想了一下过去意思一下吧 就当同归于尽 换一个不亏换两个血转 我笑了我还活着 我们出纯输出操作 必须学会打一套技能就跑 再等下一套技能 这样迂回着打 毕竟我们是当成刺客玩 后期一技能三秒 还可以触发暴击 打脆皮只需要一套技能 打肉多用几次一技能 他也跑不掉 这边蹲到李元芳 迎战大招分小明走位 我无脑把所有技能 甩给李元芳就好了 这局我们钟葵 一直在发干的漂亮 不停的投降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大家一下 你们讨厌队友发干的漂亮吗 讨厌的抠个一 我真希望官方能 移出干的漂亮这句话 同意的朋友点个赞好吧 我的名文是 十货源 十阴眼 十隐匿 装备冷静之靴 暗影战斧 碎心锤 无尽 宗师 明刀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